放在范例的这个网址 好,那我现在呢 我就到这个网址 好,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财政部 财政部的一个网站 然后呢,这个网站是 商贸易统计资料查询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 国家地区与货品交叉的一个分类表 举例来说,我想要下载进口 进口主要国家地区货品细分类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查询是最后按的 好,我一定要告诉他我要下载的期间 下载的期间 各位,其实你们好像也可以拿到资料 但是好像你们光是要下载 你们应该要拿到的资料是有限制的 举例来说什么 1000笔的限制 为什么会有这样1000笔的限制 是因为说他就是要限制说不同的人 不同的时间去抓资料 可以了解,可是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你可能每周要去做一次下载这个动作 可不可以把它变成透过写程式的方式 然后让他自动去抓资料 这叫自动截取API 这绝对是可以的 这就把一些人工在做的事情把它电脑化 这是绝对可以做的 如果你就是想要去做到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找优良的厂商来去协助 这样可以了解吗 通常都是外包请别人帮你去做 因为做完一次之后 你以后就是视觉化的报表 就只要按重新整理 你就可以及时得到现在的资料 好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统计期 举例来说好了 我给你们的资料其实只到去年的9月30 因为我只是为了要去抓那个 就去年的资料 可是现在已经2月了 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更新到110年的几月呢 要111年的可能只到1 不对1月可能也没有 可能只到110年的12月 可以了解吗 反正因为现在才2月嘛 所以不可能放2月的资料进来 他是一个月放一次资料 那我觉得1月份如果他放进去 那都代表他速度已经很快了 好 我觉得可能1月也还没有放 但是我想12月应该已经放进来了 然后假设你今天你要下载一个统计时间 是110年的1月到12月 那可不可以一口气从这边 最早是民国90年开始一直到111年 好可以 但是他会他会告诉你 等一下他就会跳出来说 请你不要一口气下载这么多资料 他是不让你下载的 他了不起让你下载可能是5年10年这样子一个方式 好那你就分几次来去下载 那在这边要讲的他是以月统计 他以月统计 这是最小的单位 但是如果你是相关的承办业务承办人员 他会给你日的统计 可以理解 取得日的资料跟取得月的资料 取得年的资料 这都是有差别的 好那因为我这边就只能月的资料 所以我就用月当做我的统计的一个年月别 再来就是输出的格式 有看到这边右翻你是要看他的一个 大家基本上都是看统计 统计就是这一期的统计值是多少 那统计的模式还有输出方式请选择 好这边就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请问一下有看到CSV 这是目前比较多下载的方式 ODS是Open Data 好那Excel各位拜托千万不要做Excel的档案格式 因为这只有微软公司在使用 而且Excel他他本身可以编辑格式 举例来说好了 就很奇怪 有很多像那个SQL Server 然后产生出来的资料档案呢 他里面就一堆的空白 好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放那一堆空白 所以真的不推荐用Excel 建议以四传表CSV 接下来呢 你不能什么都不选 举例来说 我要去看就是全球 这样等于你只知道全球的总total值 这我觉得是没有很大的意义的 好等一下 我先把这边改一下 改成110年 好1月到12月 然后呢 我建议 我建议是这个全球点下去 点了这个全球 你看全部是不是都被包含进来了 对不对 既然既然这个全球就不要下载了 各位当你下载资料的时候 总值要不要下载 绝对来说你要的是资料 你不要衍生资料 这个全球就是衍生资料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我只要知道那个例如说第1个是什么 诶 就是 就是 这边 这边你可以看到说 亚洲 然后这么多国家 再来就是这个东协 南亚 对不起 应该说亚洲包含这些 中国大陆与香港 这么多国家就对了 我只举一个 像例如说 北美好了 北美洲 北美洲 他这个全选 其实是不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美国加加拿大 但是这个全选这边是需要的 因为各位 我只能这样讲说 就是 他只是把最多的比例的 这个国家呈现在这边 也就是说 这个 这美国加加拿大 不等于这个值 这个时候呢 他就变成很重要了 因为他没有列一个其他 绝对来做好了 中美洲 你觉得就只有墨西哥这个国家吗 不可能 对不对 好 那宏都拉斯 因为可能来往的进口太少了 所以这边他就不列了 好了 但是 但是 这两个值加起来 绝对不是等于这个 南美洲 我只是提供给你参考了 除非他把160多个国家全部都提供给我们 像例如说 业务承办人员 他就拿到各个国家 那毕竟 我现在我的身份是一般人士 对不对 所以我就没办法拿到各个国家 但是我已经拿到可能 南美洲90%的资料了 对不对 所以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这个关心你们要稍微知道 看你要不要勾选 毕竟全部这些州加起来 也不等于全球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全球就有意义了 因为它是含其他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那相对的 在这个地方 获品细分类全球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有看到这总计里面 因为我这边点全选 所以它包含了 包含了一堆的总计 那这个总计 它所指的是 1 2 3 4 5 反正就全部这些 然后这个总计 这个这还有叫做什么 自动资料处理机及附属单元 好 还有这些资料 OK 所以我在这边 我大致讲解完我当时我勾选的内容 好 假设你今天你在分析进出口资料 你只想针对亚洲国家来去做分析 主要分析的国家有什么 中国大陆 日本跟韩国 对不对 还有就是东南亚什么14个国家的重机 这样可以了解 那这时候你什么欧洲那些 你就都要选 好了最后就点什么 查询 可以吗 好 好 那这个动作我也帮你们做完了 好 那我做到的是 好 因为我现在这资料不多 所以我就直接点查询 你看他这边 说选取超出之项目超过什么 3723 选取了这么多 它的限制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建议说请选择不要选这么多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就是你自己回家有空之后 你再慢慢去选选这些东西 好 那我想可能就暂时提供给你们参考 假设你今天勾这个总计 这一个 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达到他的一个要求了